基本上呢在我們分享區裡面當然有那個雲端的講義、白板、練習檔這些都有 然後還有我們的系統反正這些都有 主要就有點 給你一盤菜 給你已經該有的材料都有了 可能廚房也有了再來就是你要自己 廚師就是各位了 炒出來菜每個人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這部分就看各位自己怎麼樣去發揮 另外也可以加上自己的創意 有沒有一個想法 想要做出什麼樣的App 那不過我們這個課程比較偏重在 往靜態的部分 動態的程式設計因為各位的 程式部分 可能沒有不是每個人都很 很有基礎 所以在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用複製貼上修改的 方法來做 當然如果說你要更上一層樓的話 程式部分是需要再精進的 因為動態如果你可以 再多一些效果的話 在手機的App能夠做到的事情 當然也就更多了 不過那部分是需要去了解一個叫 JQuery Mobile JQuery Mobile 這一個 這一個韓式庫 他到底能夠幫助我們做什麼 其實我們裡面Phone Gap 他其實主要是去呼叫那個 JQuery Mobile的韓式庫 去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就是他的外觀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外觀 比如Stata Syming 有沒有 你按一下 A到E有沒有 他就很快幫我們換一個 布景主題 有沒有 那實際上這個就是 JQuery Mobile 幫我們在後面做一些事情 另外呢 我們要切頁的時候可以去秀到某個地圖 或者是 換下一張 下一張什麼 下一張 圖檔 照片的話 也是 也是用JQuery Mobile 在後面幫我們處理 所以JQuery Mobile 基本上呢他就是幫我們 去 處理掉界面的問題 界面上面可以很快的秀出一個漂亮的界面 第二個是呢可以幫我們去處理 如何去做那個畫面控制的事情就程式部分 另外資料部分要放哪裡呢 資料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等一下講的就是上禮拜 上禮拜有講到說 暫時儲存小量資料你可以放在那個所謂的那個 哪個地方呢還記得嗎 叫Local什麼Storage有沒有 應該還記得嗎 LocalStorage在第四章裡面 就會有講到 LocalStorage